複製兩個永恆 就只是打工 所以你說是複製還不複製呢?複製了吧 因為這個點上 就只有這個牌很多 有額外價值 其他的牌 額外價值是很低的 直接刷永恆啦 永恆直接合一是最…最理想的 超爛的啦 畫質只能開720P嘛 我來看、檢查一下我這邊 我這邊有1080 所以你可能是網路吧? 網路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我都開240P 彷彿在看那個…謎片一樣 好刺激的 我可以開2K欸 可是我後來不開2K的原因是因為… 2K畫質沒有… 基本上你們感覺不出來差異啊 開2K 會讓YTR沒辦法開啟超低延遲的功能 那…直播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互動啦 超低延遲的話… 基本上你們一發話 我就看到了 直播嘛 互動比較重要啊 你一唱歌 我們就聾了 也是啊! 讓你們沒有機會提防啦 隨時開唱 啊…隨時開唱 想要防呢?啊 不可能! 啊…防不住的! 請取獎名單也沒有什麼看法 沒有關注欸 現在是…演到哪裡了? 如果我可以骰到一隻這個 就起飛了 升級一刷 複製一個4 也很香 唉唷 這個東西… 如果變金卡… 這跟鬼一樣欸 未來性是蜘蛛欸 要不要拚一手? 這一張牌 我覺得就很像那個欸 快打旋風 你們有看過嗎? 電影版裡面的那個 鄭達華 手藏腳藏的那個角色 You got fire! 印度R3啊! 是啊 印起來! 現在我要弄一堆這個 然後複製 所以… 現在關鍵卡是… 拿…拉怪的 然後二重咒會比較好 被死 二重咒 我覺得買賣這一張… 帶一發 喔! 賽到了 那就繼續刷吧 欸 來了 扣幣 那我要把一張最大的打掉 嗯… 加血魚 然後扣幣嘛 可是這兩個要送掉欸 幫他們加血是很愚蠢的 我還不如…就買這個刷刷就好了 刷刷 平常合一 我買一張就加歪了 把你傳送回去囉 主播IG沒在更新 今天漲一波粉 怎麼說? 沒在更新 也漲粉 附魔師也可以搭這個啦 但是是…你不是升5拿附魔師 而是三合一拿附魔師 所以現在我們的任務是… 三合一 一對、兩對 合 嗯…這個值得一兵 直接合的話… 那我這一場就少一隻怪欸 喔…我知道了 重咒會再複製一張啊 所以… 其實沒差 重咒會再複製一張 突然間想到了 所以…手裡的牌 他會COP 所以這邊就算手裡不留東西 你也可以獲得一個…超大的… You got fire! 一直You got fire! 所以我現在…他又要複製了 我先開個5 沒拿到我要的 男爵不錯 男爵讓魚雙倍 如果這邊可以拿到一個貝斯… 然後男爵打出去 或者他們三合一會很好 就刷一下 欸 貝斯來了 欸 三合一了 附魔師來了 賣聖焰出附魔 原來這回合已經觸發了 抱歉 他以為還要再等一回合 延遲一回合不是啊? 嗯…碰5… 再拿更多的那個沒用欸 那我… 既然如此 就碰6吧 螳螂…還是比較優秀一點 然後…附魔師要打掉 男爵…我覺得要打掉 嗯…這樣子就很漂亮了 騎士扔掉… 應該是不用丟… 不用丟騎士吧 留著打就好了 我知道你們是想要直接出… 直接先出爆紅 然後下回合離合發動 我懂你們的概念了 就是先出的話 他是…可以提早… 出發嘛 我會選擇了 喉... 可以吃他嗎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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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的天喉 好 吃到放棄給你 喔… 好 他們才會去 來吧! 男爵搭配貝斯 不能丟啦 第一張… 我覺得要丟掉了 常常吸盤! 賓客旅單上有你了 喔 不過這個也會複製 男爵再拿回來 就好了 那我可能會獲得一堆喔 附魔會出兩隻啦 其實已經易出了啦 這樣子就不用重揍了 直接觸螳螂 穩定一點 然後…附魔師也可以留掉了吧? 還是你們想要留個幾句嗨? 主播我還要嗨! 3000血 不夠嗨! 然後…螳螂嘲諷啊 魚要加血啦 這個要扔了啦 這個多拿一點 不吃虧 這張沒有用了 加血 防個包包 這張也要扔掉 不然會拉歪 絕望吧? 六個… You got fire就好了 再多沒用了 六個就好了 這是我給大家的中褲啊 夠了 再多就只是卡場而已 打一個嘲諷給螳螂 然後…這一張… 他是惡魔 我覺得可以留著 因為惡魔沒有劇毒 那我就快樂一… 給你們最後的快樂吧 剛好錢打乾 不要動 等等嘲諷第一隻有毒的魚 以防送不掉 也防止被炸掉 然後附魔師最後一回合 改扔了 5000…5000變1萬 1萬再變 哇塞! 欸~~ 天 文 數 字 惡魔簡直是地中地 又是一個弟弟 香蕉我也不怕啊 聊天室 第一次玩這個玩法欸 玩出來了 那… 我給大家的禁意是… 我這樣子組成會比一整排… 這個更厲害 因為… 假設你是一整排這個 超怕… 被死的 被死各種拉 你會被毒光 所以折中一點 用我這個配置 反而更沒有破綻喔 我們也是跟大家一起邊打邊思考啊 怎麼樣去… 做得… 更… 完美 好不好? 讓對手難以去破解 嘲諷 吵這一隻 狼狼也嘲諷 所以可以再拿一個 待會是會出男爵嗎? 然後男爵會拉… 喔 那基本上一直刷就好了 刷炸雞就可以了 不用升級 潛行 可以考慮一下 男爵會拉… 222 如果拉到這個 又會再拉 就會拉更多 那…完全可以欸 再拿一個黃 這是你的新搭檔嗎? 然後出個男爵 光盾… 打在這邊 這樣他就會… 瘋狂的拉怪欸 那這個又要這樣子站 拉怪才會漂亮 哇塞!好好玩喔! 我這個組合是真的… 真的有創意又超級強 因為滿手都是貝斯 然後… 他會拉貝斯吧 有機會 拉到貝斯就會… 貝斯再拉更多的東西 貝斯拉貝斯啊! 簡單跟…跟貝斯 欸!他搞… 他搞下流 骯髒找金 聊天室 他在搞 但是… 但是… 欸… 欸… 他兩發把我蒸發 所以我這個三合一了 砸正 爆爆還炸不掉他 不過得找更多的牌欸 因為這個被合一了 所以我現在需要… 更多的隊友 狼狼不能合嘛 所以要一直刷 找個隱身 好像還不錯 隱身! 想不到我會隱身吧 兄弟 出魚 去刷 扣血 開牌的話 會讓我拉過來失誤欸 還是別開了吧? 我比較需要炸雞 比較不需要黃 因為光盾沒什麼東西好套的 你毒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拉! 左邊! 沒關係 再拉! 喵喵喵喵喵! 他抄襲我啊!聊天室 抄襲我的戰術 想打…用我的戰術打敗我 那這不可能! 欸! 所以打到後期 爆紅越多 其實…沒什麼用欸 你基本上只要一隻留住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需要大爆刷欸 大爆刷 再隱身回來欸 升級…沒有任何用 嘲諷這個…他被掀開 是不能接受的 我要刷…刷一個男爵加隱身 那…刷不出來的話 就… 也是刷到底啊 不管 欸… 劇毒卡通通都沒了 我看你怎麼搞 聊天室 拉! 再拉 你知道為什麼我… 不買毒魚嗎? 因為拉怪又會很漂亮 撞一下 拉兩隻 因為假設我剛才多買一隻2-7啊 他就不會拉貝斯了 就不會形成… 多拉怪的畫面 就是為什麼不多買一個這個的… 騎血怪的原因 也不要開圖 就…刷就好了 刷牌找男爵跟貝斯 只有這兩張有用而已 哇塞!現在這點是怎樣? Yougafire! 拉拉流才是這個版本的奧義啊 因為當你有無限大怪的時候 對面就會針對你嘛 所以你要想辦法… 把大怪留住 然後剩下來去收對面 所以反而是七隻… 七隻Yougafire就是破爛 我跟各位說啊 這個是我第一次玩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結論 七隻Yougafire根本就是各種被破解 太好破了 所以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很好的、很強的牌 但是呢 一、兩張就夠了 再多真的沒用 好鬼啊!這個數值我已經看不到是幾萬了 最大紀錄嗎?欸…當然不是 因為最大紀錄是… 那個…三億兩千萬 呵呵呵呵 他可以破…他可以破最大紀錄 可以 Yougafire是可以破的 他可以跳到那個…數值爆表 只要你留的夠久 一定會爆表 爆表就歸零了